一年一度台灣月禽民謠祭 在北投溫泉博物館開場 今年除了有多位月禽民謠大師 接力演唱外 還有傳統月禽採繪裝置藝術 給民眾體驗台灣的民謠之美 以月禽為主言 彈奏出台灣民謠桃花過渡 輕快曲風 配搭車鼓器動作 別樹一格的桃花舞 為月禽民謠祭揭開序幕 民眾坐在塔塔米上一起同樂 感受傳統民謠的魅力 不僅可以聽歌 月禽貴還請來北港面師王志偉 和日本的畫師 將莊嚴的家長面譜 或在26把月禽上 為舞台點絕 展現豐富的視覺效果 已經買入第五年的月禽貴 規模一年比一年盛大 成為月禽文化推廣的 重要平台 月禽堪正是台灣最古老的樂器 是台灣傳統民謠的原生力量 月禽貴 將透過一首有一首的歌曲演奏 和大家近距離接觸 將月禽民謠的香火傳承下去